为着北美代求的祷告 第十二天 祷告成为有活力的人 好带尽神心愿的时代 祷告使我们借着成为有活力的人 答应主的呼召 做得胜者 就是祷告的人 与主并与有心寻求的圣徒 有亲近亲密且彻底的交通 以征服死沉 不冷不热 以及不结果子 并使我们通达实物 做转移时代的祷告 不再向着地而活 乃是真正奉献自己 以代表赵会来答应神的要求 号教神有路可以进来 将着手续的时代 转成他心愿的时代